歡迎收看熊老師佩妮教數學 我們在前面兩集裡面介紹了生鳥型的全等 這一集我們就利用這個例子 來慢慢的讓大家了解到說 全等性質的使用是怎麼用的 來看這個問題 正方形ABCD中 他說AF等於BE 然後AF是3 也就是說這裡是3 然後他問你說腳EGD 這個腳是幾度 有點神奇 為什麼可以問這個腳是幾度 那這個 避免太亂了 把他塗掉 那這樣的問題 他有點邪惡 所以剛剛好可以拿來當我們的教材 我要說明的 我們在前面的某一堂課裡面提到 就是學生要慢慢習慣在數學中 讓自己越學數學能夠越聰明 也就是說能夠做到一件什麼事情呢 就是帶著未知去思考 今天老師看到一個這樣子的問題 即便是老師也不見得第一時間就知道 一定就是要怎麼做 不一定喔不會喔 那但是呢 我們就是把我們手上有的資訊去想 那有的人會說 會去整理這樣子的思考 一種叫做正向 正向邏輯 或者說正向思考 那正向思考不是說你這個人很積極很正面 他指的就是說 你用你手上有的線索 繼續往下拆 那還有另外一種思考呢 叫做逆向思考 就是反過來用你覺得可能最後的結果會是什麼 如果有這樣子的結果那該有多好 那反回去想 那我如果是要有這個結果的話 我要有得到什麼樣的線索 當然你不見得總 你不見得能夠知道結果 像這一題 我們不會直接知道它是幾度嘛 但是就是想說如果可以知道怎麼樣的話 那該有多好 那線索 從線索去捕捉這個考驗的是你對 一個題目 你有沒有掌握到把題目這個 拆解開來的能力 那從結果逆向回去思考 考驗的其實是你對這一門學科 或者說對這個現實問題的各種層面的了解 那學生比較弱的地方就在於說 尤其他剛學習到新知識 比如說幾何我們才剛學沒多久 所以對學生來說他可能會困惑 就是說他不確定是不是要這樣做 那又因為他做了怕錯了 怕做完沒有用 怕做起來太慢太花時間 所以他變成不敢去 不敢去做這個逆向推論 那等到你數學越學越多的時候 你會越對於自己的猜測 會越有自信 你就想說應該就是這樣子吧 他應該就是要做這件事情吧 只是我不知道如何得到這個結果而已 那我回去想 就好像一個殺人事件 你已經猜到兇手是誰了 那因為如果你對自己很有自信 你每次看這種偵探想說 你都可以猜到兇手是誰 那你就會覺得說應該就是這個人了吧 只是我還不知道他怎麼做 就回頭去想他怎麼做的 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首先我們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所有題目可以給的資訊都收集起來 這是一個正方形ABCD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個正方形的邊 都是等長的 綠邊 OK 那然後他又告訴你AF等於BF 就藍色這兩個也等長 然後 就這樣子 欸只有這樣子而已 那其實還有一件事情 它是正方形 所以你看到的角都是直角 對不對 那可以做什麼 其實這樣線索已經很多了 所以從正向思考這個方向去想的話呢 我們可以捕捉到就是 你給我這麼多線索 好歹我可以正一個全等吧 有沒有看覺得哪兩個三小型很像的 也許 我就說他這個 所謂正向思考裡面 就是 我就說我們要去猜測 正向思考想完了嗎 線索已經捕捉到了嗎 接下來你要往後猜 也許我們可以去正正看這個 欸這裡有一個三小型 有沒有這裡有一個三小型 你會發現喔 我真的是要正這兩個嗎 欸來確定一下 綠邊有一條 藍邊有一條 直角有一條 好也就是說就算今天我正這個正不出 就正出來之後不是跟答案無關 至少我能夠把這個全等推倒出來 那我就先推倒出來吧 透過什麼呢 透過在三角形 我都說我有習慣喔 寫 我現在要推論的三角形是 ADF 和 ABE 中 那你這個時候你寫的順序不用對應 因為你還沒有全等 因為 AF 等於BE 然後這個 AD 等於AB 然後 角 DAF 等於角 ABE 等於90度 所以 所以 深角形 ADF 那來對 如果我們可以看到有特別的角 這樣去對應是最簡單的 A是直角嘛 在ADF中 A是直角 D是尖的 F是另外一個 這個 魚角 那你要去檢查你這個順序有沒有寫對 怎麼檢查 我上次有提到 來看一下 AF對BE對不對 所以我這裡的AF是E3 1號第一個跟第三個 這裡的BE是不是也是第一個跟第三個 補一下三角形 然後AD對的是AB嘛 AD是E2 AB也是E2 這樣就對了 順序 角那個線段的顛倒沒有關係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全等就正出來了 然後咧 那接下來的這一步 有一點點小小的技巧 所以如果今天這個問題丟給你們算 你們會有一點點 不容易 不容易算出來 那他的這個技巧在哪裡呢 就是說 因為我這個全等正出來之後 所以呢 這個咖啡角 角D會等於角A 那我剛剛講到這個跟經驗有關 就是說你很有可能 正完了不知道要如何得到答案 或者說你可能一開始就懷疑不是要正這個 那為什麼我會知道要這麼做 我會知道說該正下去 那一部分就是我說帶著未知去往下想 另外一部分就是你如果稍微有經驗 你會很肯定就是應該是這樣做 然後或者說你腦袋裡有很多的可能的選項可以去搜尋 我們曾經有講過這件事情啦 我是沒有 我們曾經有講過 我們說這個 兩個角如果跟同一個角互餘的話 那麼這兩個角就會相等 那現在他的情況是倒過來 他就是要說 這兩個角呢 因為他們 我們已經透過全等知道他相等了 所以呢 這個角等於這個角 那因為這裡是90嘛 這個大的是90嘛 這個正方形的角是90 所以這個角跟他相等的話 剩下的這個地方 原本是90度減他 再跟他合起來就又是90 所以這兩個角是90度的 可以嗎 那所以這個角是直角 也就是說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粉紅色三角形 它其實是直角三角形 好嗎 我們最後其實是要 得到這個結果 好 那所以在這裡 我把全等證出來之後 因為全等所以 角 ADG會等於角 這個 EAB G EAB 沒關係都一樣 EAB 那所以 角 ADG 加角 G 等於90度 等於角 EGD 那我們在這裡呢 就說這個角跟這個 粉紅色的這個角 是 合起來90度 那因為根據外角定理 這個角是他們兩個角相加 所以我就直接讓他等於角 EDG 這樣就算出來了 那你會發現呢 我剛剛講到 我剛剛講到 這個問題有點奸詐 那他的奸詐 對我們來說 就是正好來做一個示範 其實他給BF和AF是沒有用的 對不對 那 但是我們 就我剛剛講到 我們一個題目出來的時候呢 不見得你總是能夠知道什麼線索有用什麼線索沒有用 那尤其是這種會給沒有用的線索的題目 通常就是比較難的題目 那這樣子的問題呢 他就會更考驗你 帶著未知走下去的這個能力 你會忙 有點懷疑 有點懷疑 但是還是要往下想 那你要如何讓自己 這個穩定的往下想 就是你要學的踏實 那如果你一開始就學的不踏實 你在學某一段數學的過程中 我說這個是正向螺旋 正面螺旋和負面螺旋 你如果今天學的踏實 你記得東西就會比較多 因為你是記得原理 而不是是背題型而已 你記得原理會比較多 因為你學的踏實 所以你現在你猜測搞不好是要做什麼 像我們看到三跟四 會不會跟指導三角形必識定律有關呢 可是他要問角度啊 那你可以往下想 因為你學的踏實 所以你可以往下想想的正確 包括你要推論全等 你可以推論的正確 那這就會導致一個結果 就是你會敢去猜 搞不好他是要做什麼 我講的不是猜答案 而是去猜說要做什麼 然後往下推論下去 那你能夠做這樣子的話 你就會學更多 你就會學得更踏實 所以這是一種循環 反過來說 如果你在學習的過程中 某一個階段 你沒有真正的把事情學懂 你只是記得好像是要這樣做吧 你沒有學得很踏實 那結果就到你後來看到比較陌生一點的題目 或者說你已經忘掉了的時候 那即便你想去猜搞不好是怎麼做 怎麼樣 你都會怕說那我花力氣做了結果錯怎麼辦 你都會怕說那其實會不會有我沒記得的搞不好是要有別的做法 那結果就變成說你的這個猜測你不敢做下去 不敢做下去你就只好空著 那這樣你就又學不到一件事情 就會越學越不好 所以就是我們一開始在學的時候 原理 像我剛剛說的 這個 兩個腳如果對同一個腳互語 他們兩個就會相等 像這種東西 其實它才是我們核心的知識 這個外腳等於兩個內對角合 這樣的東西其實才是核心的知識 遇到一個未知的問題 把這個已知的條件列出來 或者說去猜測它可能是要做什麼 這樣子都是我們要學的核心的知識 你一定要在練習的過程中練得踏實 而不要放過自己就想說 反正我就記得了 如果是這樣子的問題的話就90度 不要讓自己有這種想法 因為這個對之後的學習都不好 那麼透過這一題來這個示範有關全輪的推論 然後我們來這個解開一下之前作業 一些沒有解的問題 來看這個問題 他說這個三角形裡面腳A40度的話 這個腳D會是幾度呢 那我剛才就說嘛 有一些東西我們要踏實的去學 什麼東西呢 就是推論的過程 像我們之前在講 我就說這個證明一件事情的過程到後面都會使用到 所以在這一題呢 你們又看到了 這個我曾經提過的 有沒有圈圈插插 那通常這樣的東西出來 你就很有可能是怎麼樣 很有可能圈跟插底是解不出來的 但是你能夠解出什麼呢 一個圈跟一個插會是怎麼樣 因為這裡40嘛 腳A40嘛 所以2圈 我們圈中間點一點 2圈加2X呢 其實會是180-腳A 也就是140 換句話說一圈一插 等於70度 那麼腳D呢 它就會是180-一圈一插 對110度 對嗎 這其實是很簡單的問題 那老師在講解的時候 如果你發現學生沒有跟上的話 那就多做一件事情 什麼 在三角形ABC中 在三角形ABC中 來提醒他 現在我們看的是這個三角形 然後到這裡來了寫 在三角形BDC中 我自己也不是每次都寫 我自己也不是每次都寫 那尤其只是證明 通常是證明我比較會去寫 因為他作為一個這個思考的休息站 或者說思考的這個里程碑 就是說我現在要證這個了 然後這樣子 他是寫這一句話 其實是有點思考上的幫助 下面這個問題 其實有點類似啦 只是跟上面這個有點不一樣 那差在哪裡呢 他告訴你說這個腳A是16度 那現在喔 這個圈跟X不是合起來 因為你合起來的話 不知道是幾度嘛 是 圈是要跟你面這裡 兩個圈是要跟你面這裡合起來 那他這邊利用的其實是這個所謂 三角形外角定理 就是外角等於兩個內對角合 在 三角形ABC中 外角 畫一下 如果學生 還沒有跟上 就像這樣子把他著色 在三角形ABC中 這是外角 對不對 外角裡面有兩個X 那這兩個X呢 就會等於兩個內對角的合 這兩個內對角分別是A和兩個圈 所以2X等於這個角A加2圈 所以2X-2圈呢 等於角A是46度 也就是X-圈呢 是23度 這樣 那然後 就 在 在 三角形BCD中 一樣 這一樣是外角定理 好 那這個外角是一個X 它會是角D和一個圈 所以X會等於角D 加一個圈 也就是說 角D就會等於X-圈 等於23度 所以角D是23度 這樣可以嗎 這就是這個問題 那你可能 如果學生 應該要能夠跟上 那如果學生沒有跟上 這樣都還沒有跟上的話 那就是你要讓他去想 我們現在 這題在出的時候 我們還沒有交權等 那我們那個時候 就是我們那個時候 才剛學什麼呢 才剛學內角合是180 外角等於兩個內對角 那 然後你看它給圈跟X一定有用到嗎 A也應該會用到 對不對 對 那三角形ABC 你提示給他了之後 能不能夠 用內角合或外角 來去處理他 讓他去想 那只是說 慢慢的練習 慢慢的練習 總是要能夠 直接使用一些我們學過的知識 我們學過的 推論流程 下面這個第五題 求D1加DF 那這個我們在前面推導過了 因為他是等腰的 這邊13 這邊也是13 所以呢 這個 我們還是再推導一次 三角形 這樣子 然後 這裡畫過來 H 等腰 三角形ABC中 三角形ABC的面積 面積我們不寫 三角形ABC的面積呢 會等於 右邊是ABD 加左邊是ACD 那ABD呢 是 這個 底13層高嘛 等於 等於 AB 乘DH 第一 除二 加 這邊是 DF AC 乘DF 除二 那 整個三角形ABC呢 它其實是 AC 乘DF 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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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 AB是一樣的 所以可以約掉 注意這兩個要一起約 因為這個是加號 你等於是提出來再跟他約 所以總而言之 BH 會等於 D1 加 DF 也就是我們要的這個答案 D1加DF 那BH到底是多少呢 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對不對 BH是多少呢 它是一個 等腰的三角形 那等腰的三角形 它有的時候可以用這個方式來求解它的 這個 一些數值 那因為上面的空位頗多 我們下面沒位子寫 拉上 我等於是事先先把這個BH求出來 那BH怎麼求呢 我再畫一個在這裡 因為它的底是11是13嘛 所以如果我今天在底邊做中垂線 那我必須說 不是每一次都可以這樣解 但是有特殊的三角形的情況可以這樣做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講到 你帶著未知去猜猜看 那如果你記性更好一點 或者說你學的更扎實一點 你就會記得說 對 你看可以 怎麼樣 5 12 13 對不對 這樣就可以直接解除這個面積了 那不是每個 等腰三角形都可以 如果這樣不行 你就得再換方式去想 那 但是我就說 如果你學的夠多 你就會知道說 欸 連這樣都不行了 不可能吧 這樣BH求不出來 你會對這點更有把握 就是說我找不到了 不可能 一定就是這樣子 那事實上就是這樣子啦 所以我們畫出來之後呢 這個高是12啦 所以其實上行ABC的面積 上行ABC的面積其實是10乘12除2 所以是60 那也就是說 今天我的這個BH BH其實是這個60乘2除13 所以它是13分之120 也就是這個13乘BH除2是60 所以BH是120 所以在這裡就直接寫13分之120 這樣子 可以嗎 好 好 然後來看 這個我們交完全等之後 叫大家來判斷這一些全等的性質 那它是用何種性質全等的呢 我們那一天呢 介紹了一個 這個A 我們那天呢介紹這個A 有沒有看到它是3 60 40 所以我們來找一找找一找 3 60 40 對不對 那A跟H有沒有全等呢 好 A 好 那這一題呢就是要這個 考驗考驗大家 好 A跟H有沒有全等 其實是沒有的喔 這一題是關鍵 這是這一題的關鍵 無全等 為什麼 因為 這個3 60 40 的3是在他們兩個的外面嗎 如果你會全等應該是AAS 但是這個的3呢 是被60跟40夾起來的 所以這兩個沒有全等喔 那這兩個沒有全等的話呢 我們把這個多的角求出來 這個角 60 40是100吧 這個是80 這個是80 先放置 再來看看呢 那這個 一個一個挑好了 B B是40 65 這裡有沒有一個 40 65 那B跟G有沒有全等呢 好 一樣喔 來看一下喔 這個60的話 這個是20 這個60的話 這個是20 因為外角是兩個內對角合 所以說5是被40 20 和5 夾住的 所以它是 SAS 跟正統 ASA 所以B跟G是的喔 B G AS 那其實你B跟G 你也可以講AS 就是說這個60的話 裡面這個120嘛 所以120 45 然後5沒有被夾住 這樣也可以 可以嗎 然後再來看那C呢 C是 3 5 60 所以這裡 3 5 60 然後5是60的對邊 5 4 60的對邊 對不對 這一個 兩個有點開 那這樣子C跟J有沒有全等呢 但是很抱歉 就是 沒有啦 因為SASA不是全等性質 可是它其實理論上這兩個是的 因為你已經看得出來它是 銳腳三角形的 但是就是 SASA沒有全等性質 對 那這個 看老師來 如果老師要大發慈悲放你過 也是可以啦 所以但是我們依照原理 就是說 因為我們要有線索 那如果你有線索已經可以知道它就是 銳腳三角形 就是說這兩個都是銳腳 這兩個都是銳腳 你已經知道了 線索上有講 除了看到以外 因為圖形有的時候畫不準 但是除了 如果它有文字上的線索 數字上的線索的話 你就可以說 但是現在沒有 所以說它沒有全等 SASA五全等 然後 第一次 就是 5.5 6.6.7.7 這是5.6.7 那這很明顯沒有 它是相似型 就是它的比例 它的三邊乘比例 但是它其實不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直接跳過 好 好 那這個F呢 它是5直角3 就是5直角3 它有全等 F跟I F跟I有全等 那這是什麼性質 那這題這個也是關鍵 不要看到直角就想要回答HS喔 好 它的5跟3是把直角包起來嗎 對不對 好 那所以它其實是SAS 對嗎 那如果有學生就說 我就知道它是直角了 那你給我5跟3 我用B式定理算出來 這邊應該是根號34 然後我說這樣它是RHS或者是SSS 可不可以 那 如果 它真的這樣講的話 看看老師覺得 就是說 如果 你考訓一發下去它就馬上講 或者是說 它在考試的時候就問你可不可以這樣做 那我可能會猶豫一下 不一定搞不好可以給它對 那如果它隔了很久 才來跟你要這個分數 我就跟他說 其實分數不是很重要 你懂就好了 分數已經寫下去 我懶得改 因為 因為就是我們 也不要慫恿學生 就是去凹這個東西 然後去問人家之後跑來凹 所以就是這樣子 OK 這就是這一題 所以這個是 好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 這是我們唯一的一個作業 這裡有一個正三角形ABC 下面有一個正三角形CBE 然後連起來 連起來 請證明角CAE會等於角DBE 那這個是全等這一題的一個很常見的很重要的證明 那你就去想這一題就好 就是用我們今天所講的 去想說我有什麼線索 那它要問的是什麼 它要問的東西可能會跟我要證明的東西有關 那我的線索可以推導出什麼結果 去想 那我們今天上到這裡 這幾個是 gerekiyor 那 我們我們來看